DVIO 我是DVIO 那我今天跟課生話來講 弄的一個題目 相信這邊應該有很多人都是租屋組 那我覺得租屋組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困頭 就是我去5911或去593找房子的時候 最大問題是通常頂家都不會給他是頂家 然後我又是一個很不喜歡住頂家的人 那最近剛好有一個機會 在上一次那個時候那個老陣 因為他們想要做一個租屋相關的 租屋和新資相關的研究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砍了很多的資料下來 然後前面就是 大家住頂家我不知道經驗怎麼樣 就是我經驗中大部分頂家都不太好 所以你會覺得住頂家到底是喜歡還是不得已嗎 那就是當然還是有一些好的頂家 比如說他很隔熱做得還不錯 然後像比如說這一間是九樓的其中一個房子 他是六七樓共同的 就是他是頂家和頂樓共同的房子 所以其實你的生活空間是一個比較有彈性的一個選擇 但是我們其實看到大部分的頂家 是可能長得像這個樣子 他可能外表是一個鐵皮屋 那裡面其實基本上是個烤漿的概念 那這種房子就是夏熱東冷 在什麼颱風或是漏水這種事情當然不化的 那個不用講 那更不用說 你可能說你的電表 或是你的這些居住的安全感 都還有蠻大的問題 那這是一種他可能在五九一上面 在說服網站上面有標他是頂家 那更多的是他根本標 他根本標他是頂家 他標他是頂樓的 對像比如說這些房子是好凡網上面看到的是 我之前在找資料的時候 他標他自己是整棟房子有十二樓 他說我位在這個房子的十二樓 但是他說我在 我這邊沒有標 他說他在某一間某某大樓 那我去Google那個某某大樓 他說Google說那個某某大樓其實只有十一樓 就是會有非常非常多這一種 就是莫名其妙的例子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到底今天這些其實是頂家 但標成頂樓的為頂樓 在那個租屋的市場裡面有多少 那我們現在其實有些資料可以來看這件事情 那我目前已經砍了五九一的六萬筆的資料 那做好就是資料已經清理完 可以來用 那在這六萬筆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有標頂家大概其實大概4% 然後但是很有趣的是 標成頂樓的其實大概有三成的資料 那就是你就想 這個大部分的資料其實是五樓的資料 它是一個五樓的公寓 那這個五樓的公寓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五樓 拿來放在網站上面出租呢 到底裡面有多少是頂家 其實是一個其實可以來看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是要徵求 第一個是你不用會寫程式沒有問題 你只要有住過房子 有住過房子 然後有進去來看到底是不是頂家 我們這邊有準備了一個表格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上來寫 就是有五九一的連結 然後裡面有很多比如說 你可以從照片 可以從它的說明 來看它是不是頂家 然後再來就是法律 因為我們那個資料上面 就是這個資料我之後想要開放出來 那想要問 這上面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還有後面兩個 就是資料科學家想要來問資料也可以 好 那以上 謝謝 謝謝